来到11月3日 继续很多片要和大家拍 例如稍后时间 今天会和大家分析这三个可能性 现在河马1、2号频道 究竟是哪个操控呢? 是河马全权操控 还是肥俄已经正式接管了? 以及是否二人共同管理 都会衍生不同的逻辑 但现在表面看来是违反了 违反了互相冲突 我们下一集再说 今天稍后时间 例如 会挺震惊的 他1、2号频道 都是假扮 以河太的第一身去写了这两篇 但似乎 他和我这个分析是有点相违背 就是我下面的这三个可能性 和现在这里的两篇贴文 似乎是互相冲突了 是不能够成立的 等于我很肚饿 所以我 饮水 或者怎么样 我怕醉所以我饮酒 这样的意思 类似 我肚痛 然后我去了 我肚尿 是 冲突了 不成立 那个逻辑上 我们下一集再说 而看表面简单 就是 各位粉丝宝宝大家好 由于 我的 大号 又是我的 他都无谓掩饰 你都是穿了崩 又是我的 大号频道 给 黑网台 无良僵尸 现在呢就尝试去扮演河马 那些常用的词语 但是呢你扮不了 是是是穿了崩 今天呢请各位订阅一下我的 我的新频道 是吧 记不记得我上次就说 短短 分拆出来的10个短句子 有9个 字 有5个美丽 以及有3个其实 有4个美丽 下边呢就是 类似的 由于我的 大号频道 遭受到 黑网台 无良僵尸 恶意举报 请各位订阅一下我的 新频道 有 小小 不似的 扮得 完全 不是完全 似的 有小 economies 轻疤 我们下集再分析这两篇贴文 是如何 和我刚才所说的那3个可能性 似乎是互相冲突了 他们当事人是不会知道的 总是是说 做假做假 不知道自己哪个位的逻辑 是错漏了 因尼也加入发声 只要不骚扰香港 说知这个异形去哪里 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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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货 带祸害 台湾不认识他们没有影响 但内地就不知了 14亿人很难说 网购普遍的世界 带什么货 五次元 起码 我不会买异形的歌 类似那些音 带歌 怕怕你会吗 港台两大暗中 的两大晶典 这一篇片 OP自清自伤157 叶雅定自清100自伤 她有没有自清自伤100自伤 一名精种 一个蠢种 我们全都掌智饰了 因你姐姐 亦都在话,这个义盈怎肯罢休,能享受暂时的开心,都是开心 这句真正,即是及时行乐 兵来将党谁怕谁,义盈在来传闻举报他 义盈早正在歌里反,上演狗咬狗,一嘴毛,想洗白白 最后的挣扎也是,情理中时,看造花 第三段说早安,该说你们太早起,还是太晚睡 这个就与大家粉丝打招呼 另外看伯伯吃酸菜鱼 我们上一集,对应这图片那一集,我记得他们以前有一幅照片在这里拍的 网民也记得,大家很有印象,记得这图像,一定记得 网民也找回这一幅照片,他当时在这里拍的 所以也再做证了 这些影片不是更新的,是旧东西 是不是有人扮认河马开过第三频道 又在搞风搞雨 网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说河马是否拿到4500不玩 还是怎样 亦都没有他们负 如果他们真的飞起来的话 因为有段录音就跟阿Dee,那段都可以再分析 就是河马真是蠢得一只猪 他是蠢得很重要 而他的蠢是懒惰 他因为似着有人帮他,他自己不肯去学 这种死傻人 其实不会难得这么紧要而已 他的制是只有这么多 他又不是说你有几十万个制 然后你按进去又有几十万种不同的东西 不会的 还有其实大家还未知 他正在用的直播方式是最初级、最小学级的 我想是工联会级别那些 就是所有人都会学得懂的意思 他正在用的直播方式是最简单、最简单的 所以他只有自己的样子 我们这些又有图片、转来转去、不同视窗 各样那些 他就是很难的 当然我们也要学 但他正在用的那种直播方式是很简单的 他居然也说 我电脑就行 我手机就不行 明明手机就更简单的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多普及了是用手机直播 或者IG 就是简单的 就是没什么制裁 但他都可以搞不定 他蠢到一个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第三号频道仍然是有所保留的 会不会那些人直接冒充他 仍然要去推敲 因为他为什么要放一条按脚的直播 短片呢 也为什么要放一条旧片呢 如果以河马来说 他有很多片 为什么放这条旧片呢 那就是 大机会的 现在初步分析大机会 就是有某些人 以前拥有了这条旧片 就是要留下而已 或者怎样而已 现在拿一些最旧的帮助 大家不记得 大佬那些网民很聪明的 河马就教不聪明的 网民很聪明的 还有 几百几千几万的网民 我自己就 敏感了 你当我 他那时候还带着这些戒指 冬章时候很帅 还有 精神那些都是 用光点的 是那时候 应该 不过 还是 戴着头盔 觉得是 如果这些片是旧 又是一个大资讯 为什么要放一条旧片 为什么要放一条按脚的片 大家又要分析一下 这个就是小鱼 那些什么 海南鸡 什么什么 大家又是有空去对应 不过应该都是旧的 这条片 所以没什么意思 他对不对应 他对不对应 我们先关掉 再说一下 其他东西 有限知识 有限知识 根本没有能力操控YT频道 搞那么多东西 所以假寿于人给频道别人 无弄 有事 就他帮 一个 只是懂得撕猪屎 万字也不懂得多个 就只是适应扮精的人 是不抵可怜的 常常认屎认屁 如果不是那么困难 他也不会弄到今天 就只会用低俗粗口 去骂人 抵他折舵 他说 你开10个 100个 1000个也好 你也是赚不到钱的 网红 何网红 浪费时间 他真是厉害的 这个是可以搞 6个月 当 他YouTube 抖音那些开始 做直播开始 可以搞了这么多月都没钱 你还去搞 就是这些有些赌徒心理 现在是病态赌徒加病态网红 病态网红 不是网图 病态网红 存在了一些病态赌徒的基因 我上次也是跟着 我还说何马好像不赌钱 不是 他是好像不吃烟不喝酒 但是他是赌钱 他比赌钱 律师说 华嫂在大陆被人抓过 这就是赌钱的 打麻将一定是什么 赌什么 什么都赌的 如果有些烂赌 他是有病态赌徒的特质 他最初觉得 自己会 成功 每个病态赌徒都会觉得 自己会 靠赌赌赌 赌赌 折堕到不得了都会觉得 自己 只要给多10元 我就一招就完成了 你没有10元给5元 都可以 我20元就赢2600万 他是有这些的 他一直靠着不服气 靠这种病态赌徒心 一直熬过了这6个月 然后 然后 赢就觉得 自己技术 输 就不关他事 输就是运气 不幸 别人搞他 所以这个 病态网红加 病态赌徒 两样东西就造就了 造就了这个怪物出来 经常做了一些小学鸡行为 好心他 收拾申请 重新上路 不然 迟早进去探望青霞 就慢慢 过圣诞 和霞姨 原来又说有一个 处罚的 Youtube有一个规则 如果他是被封台 其实又不能偷偷地 用另一些频道 再开 这个就看看他如何 这个 大家之前都留意过 然后有人说 几乎肯定河马 到现在 仍然不能 自己在YT开户 或独立运作 他自己开户就可以 只不过大前提 他懂不懂 完全由零 到开到频道出来 我觉得 他是可以的 河马只要如果他不是那么笨 他是凭一己之力 是绝对开到一个频道出来的 但是由于他懒惰 不肯学 两东西就放弃 因为他这些过渡约症 你很难叫他 集中精神 去做一件事的 例如他填表格 要填很多东西 要看很多资料 做很多决定 他会瘋的 他就 假收于人 他在群组 可能会呼叫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开 Youtube频道 可能在群组 就有人举手 阿Dee 阿Dee 8 在群组举手 就这样一拍即合 阿Dee的口供 就是他才帮他 后来那些 肥鹅才陆续加入 是吧 最初就是 他们帮他 他们帮他开 甚至阿Dee 8 说肥鹅是上过深圳 帮他搞的 是吧 搞完就拿到那些密码 就自己 在操控 亦都 完全的了 大家玩 曾经开过任何货币 你都知道 就是 我帮你开 然后我拿了你密码 然后我又登入到你那个 装置 即是你那个频道 你的货币 其实只要他 绝一点 你第二天 河马就是没得再登入自己的 货币 然后河马会瘫了 为什么我登入不了 为什么登入不了 这个大家明白 我们不用说这么拼 河马现在很大机会是 无端端 河马被人接管了两个频道 而他是完全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他会不会是自己开第3个频道 我觉得 还是有些保留的 这个网民推测就是 他相信他从来都不懂自己怎样开一个YouTube出来的 他说作为一个IT人对河马的观察 有人和应 是一个不懂字 电脑对他来说是很难的 到底河马是不懂字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会不会是用语音输入 其实 不懂字也可以打多一大段字 他用语音输入 转化成文字 怎样的小学字都懂 怎样的小学字都懂 二五团现在可能还帮着他 又制了一个剧本 就是扮抹面 分刷 是不是那帮二五团还这么有空 一个网红之心不死 一个报仇 报仇之心 从来未熄灭过 是不是这么狠 这帮人 我都觉得 他笨成这样 之前想逃避责任 真的没那么容易 一定留下痕迹 有人说他英文也不懂 中文也不会好得去哪 又没读过书 经常说要赚几个亿 那些字讯哪里来 有人说 哎 借河马这个频道 就达到自己目的 有些人 利用河马去分担 那些法律责任 和投诉的后果 只有蠢人才跟他合作 河马的大号 说开了后备频道 有人说有机会是肥饿 假冒而开的 现在有机会三个频道 都在幕后 操控 看看他的三号频道 只要没有直播就是假的 很简单 如果开了他不直播 不过现在未有能力 直播着 那些新频道好像不知道要有些条件 才可以直播 不过条件很低 很快可以 到他 不能直播 从来都不会直播 就知道这个三号频道是什么 或者看看他下一条片又是什么 很容易看的 有路足 河马有直播 才是真的 如果他继续放些旧片 就是假的 大家都是密认 这些是旧片 真的有这个场景 大家是拍过一幅照 有人拍到他在这个位 吃东西 是正在这个位置 对呀 真的 对应角度 是这张桌 其实25团还帮着河马 又玩新剧本 新账号 可能是25团做事 最后 人们说 河马一开始 低调地吸水 8可能都被他阴干了 抛弃他 露宿街头 你又继续 去其他街市 骗过 现在 你是要跌出来 是要不收敛 搞到 自己变了怪物之余 一个仙也站不到 现在全部是你自己造成的 不要怪人了 还要跟其他人 搞搞震 搞到 YouTube 乱了 谢谢 这次连根拔起你们 我们多谢你 他继续的发展是怎样 今天稍后会有一条影片分析一下 这三个可能性会带来的 什么的 直向逻辑 观点 我肚痛就要去大便 要去爆石 我口渴 我要去喝水 他会有一个直向逻辑 我不会说我很口渴 所以我要去吃饭 这是违反了互相冲突 我急尿 所以我去了俄市 这些便是错的 而做假的人 往往是会做错了这些东西 你明白吗 我好饱 所以我吃了三份自助餐 你便说 什么 我们这几天就看来看来看来看 你很饱 所以你吃了三份自助餐 就会看到很多这些东西 我们再详细整理了先和大家分享 我们每天第一条影片 尽快报回新闻 和大家见面 今天继续做不同影片 大家 如果听到这里 记得 请不吝点赞订阅支持 感谢您的收看